马大方第11章第30节 因为我的握事容易的 我的单子是轻散的 故事讲到就是我在85年的4月 正式可以说 抵达到香港了 其实可以说当时我的心境 跟我在第一节回来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第一节回来的时候 我只数着每一天 回来可以见到玉珍 可以见到我的爱人 又回来可以到一个假期 所以当时我第一节回来的时候 我只能在日历里 你每天去画下什么时候我上机 但第二节回来就不是了 因为第二节回来 没有一个定的日子 到最后很敏才定的日子 而事实上第二节回来 已经见证到短短几年里 香港其实是我所认识的以前的朋友 有些通通话讯 没有再通讯的人 其实会变成一年 因为你能够想象当时 没有这些所谓 WeChat Facetime 连长途电话 说你打一小时长途电话 等于一张机票这么贵 那你能够想象到失去联络 就等于失去联络 因为就算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跟你说长途电话的时候 大家都说自己话 这么有空去说 天南地北这么多资讯 所以在那个时代当中 断了资讯 你完全不知道那些人的光景 但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原来 我所认识的好几十位弟兄姊妹 都可以说真的不复当年 很多都收了工 可以说信仰上 完全崩溃 完全没有了那份梦想 所以当我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我没有了这份幼稚的梦想 知道在香港有什么等着我 所以可以说 带着一个很战敬的心情 回来的 即是大病初遇 也并且知道回来之后 大约几个月就要结婚了 因为回来最后开始教会 就可以说开始我这段婚姻 那段时间 可以说花到香港一底部 在我面前所展开的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多的可能性 但相对我自己 对我自己信仰的前途 可以说很迷茫 但是在当时 我发觉我做了一件事 是真的可以说 是成为我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这个助力 我觉得如果是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 譬如像今天你听这篇信息 听日华的自传 但在你来说 你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爱主 你的目的希望能够跟从神 你的目的甚至可能对一些人来说 你刚刚听你被提的信息 初信第一年你希望被提 又或者你信主 好几十年了 你都希望被提 但现在你知道 原来有很多个标准的 原来分被提的标准 初信第一年有种子的标准 信主很多年 一年以上有果子的标准 我们很多时候 在我们自己前路茫茫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做 但是我发觉原来当时我做了一件事 经过这么多年后看回 真是感谢主 幸好我当时有这样做 而到之我掌握了一件事 我发觉是可以在自尊当中分享 就是当时我有写日记 我所谓写日记 基本上我 不会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记忆 去记我要做的事之外 我不会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记忆 去理解我现在做的事之外 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其实我想你知道 很多人其实不惯 将自己人生生活 或者目标写下 然后用一张纸 很有计划地把它写下 贴在这里 就像我们以前说的 Order Board 一样 其实很多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 如何浪费时间 做什么 完全不知道 在当时来说 我自己本身是 直接有一本日记 就写下我每一周 预约了的人 预约要做的事 我定了我的 因为 初初回来 我自己的时间表 都不可以由自己决定 所以我自己 不断转我的时间表 我都写下它 最重要就是 我亦有一本的日记 去写下我自己的得着 写下我自己 究竟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我所说 这个月可能回来 我四十周夜 就预瓜了 是不是 如果没有人 经济支援我的话 就是这么多了 那当然 我当时没有计划到 我回来一个月之后 加拿大的 食安教会 趙牧师每个月 是最初 先寄300元 每个月寄300元的加币 给我 后来是增置 每个月寄一张 500元加币的回票 使我能够生活 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为了能够 使我能够 很有意义的度过 最初的几十天 我其实是这样 去有这个习惯 而可以说 我在事奉的 首十几年 即是 我的记忆力 还没有习惯到 把我自己的 所有的时间表 擠入我的脑子 因为当时 不断变动 十几年之后 已经的时间表 已经没有什么变动 所以我后期 不需要依赖这些日记 但最初的十几年 我都会不断写下 我自己的时间表 我得着的东西 我现在在做什么 究竟是 我计划 我怎样 将我自己的目标 梦想 理想 怎样分段去完成 我都会有写下 而事实上 到这么多年之后 看回 真是感谢主 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发现 原来神真的 对我们的要求不多 我们只要真的 好像小孩子 不要当自己是万能 我们找一张纸 写下我们自己 自己想怎样 写下我们 究竟现在在做什么 事实上 很快你就会发觉 慢慢 你知道 能够将你自己 这么细碎的生活 如何组织起来 所以当时来说 我自己的日记 基本上充斥着 约了人是 星期几聊天 星期几查经 下个星期 这些查经又不行 有时基本上 三两成群 就已经可以查经 当时其实就是 这么细碎的 这些 记下我自己的日程 但相对于 如果今天来说 我觉得这一点 是很值得 就是在今天 你听我的自传 每一位 第五姊妹 去参考 因为有人问我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知道 就是 现在我们这么紧急 在被提当中 现在我们又知道 原来被提 信主第一年 我神要求的是 种子 而 信主超过一年 神要求的是 果子 那有什么 我们可以做 是可以 绝对帮助到我们 所以 所以在这里 这次提到 我自己的自尊 这一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以我自己 现在 似乎这么多年 我觉得 基本上 一个叫做 普通信主的人 就是 不是实话不赦 可能你自己 有杀人隐 或者有吸毒隐 或者有很多 首尾很长的一个人 如果不是这样 人家是一个普通人 你信主 你想被提 或者你现在信主超过一年 你想被提 其实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 有一件事 就是 对于全世界来说 99.99% 都一定有效 是什么呢 原来 甚至要求我们 这么简单 原来你拿一张纸 写下 究竟 当然 如果你现在 是信主一年 写下 你现在 日常生活当中 你主力的方向 是什么 然后 你跟着在旁边 就设定 你如何将这些方向 完全转变 变回 一个能够在信主第一年 是能够结到好的子 结成了一粒好种子的人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三十节 《因为我握事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散的》 《为着信》 《得怕梦》 《我的心》 《不迷茫》 《现信靠》 《上帝》 《永向前望》 《神话语》 《余志愿》 《该我指引》 《上帝步》 《遮咬明露》 《照亮我心中》 《志黑夜情》 《盼望》 以我所海加索罗马 便要舍去重当 再去奋报 尋着我的教授 为我救主显真光 让这真光彰显 永迷将私放 本在赞美 在尖露彬王 我永不死 光照耀失所 让我于世上 变燦难真光